刮沙很厉害吗? 你怎么回事呢? 嗯,怎么回事呢? 说是刮沙,可我们在神奶奶身上并没有看到刮沙常用的器材 这是怎么回事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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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神奶奶说是挑沙疗法 挑沙是壮族人民历代相传的民间除沙疗法 通过针刺人体表面的一定部位并挤出一些血液来 从而达到去除杀器、疏通经络、加强新陈代谢的效果 听说神奶奶会除杀致病 劳累了几天的记者便想感受一下这位百岁老人的医术 没什么事啊 使用这个炸啊 炸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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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 真的可以吗? 可以 可以 我认为你 当然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你这儿 我认为你 他认为你 你闹口呢 闹口那边 来来 口口 手 没有 是有什么人 白血 没有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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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是吧 拜拜 这个用纸缆吗 那种事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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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痛吗 奶奶啊 有点痛 有点痛 给他跳完就说 我好痛啊 扎得我都出汗了我现在 挑完了杀 奶奶又拿出了两样 让记者痛不欲生的东西 刷姜啊 姜和盐 盐啊 刷的 来来来 剥刷头的 来 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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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熟谷呗 好一点 好一点就是有点痛 熟谷呗 肩膀比原来轻松一点啊 生姜自古以来就是药食两用的食材 用姜擦背 具有驱寒除湿 驱除杀气的功效 生姜配合沈奶奶的挑杀疗法 缓解了记者颈尖的酸痛 看来奶奶的医术名不虚传 邻居陆大姐告诉我们 沈奶奶经常无常被村民看病 在周边积攒下了很好的口碑 在挑小孩啊 那小孩有病啊 大人呢 走不了那个脚痛啊 都是找他 一种做的时候都排队 从里面那里面 我闹到欧马龙照 我闹到虚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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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热情开朗 是沈奶奶给我们的第一